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聪 欢迎来到新手买股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 现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吗 可以去书店买 OK 我们今天终于来到我们新手买股一本通的最后一张 最后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 就是整本书的最结尾 OK 我整本书的最结尾 写的是一个总结的部分 总结的部分 里面集中有两个章节 我两个 我合在一起讲 反正不是很长 只是短短吧 然后这里面讲的并不是 教你这样买卖股票 只是一些 道理 只是一些 在股市里面的大道理 也是总结 它并不是什么技术成分 不过它是蛮有用的 OK 我现在开始说了 在这个两张里面的第一张我写的就是除了几率 还是几率 什么是几率 在股市里面的几率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股市里面的几率是什么 就是呢 你要 有一个好像 一些法律 是给你自己的法律 这些法律甚至是白纸黑纸的法律 它规定你 你必须要买 什么条件的股票 你选股的时候你必须要遵照什么条件去选股 你绝对不能 用你条件以外的方式去选你的股票 这是一个法律 一个几率 一样的 当你要买卖那个股票的时候 你也 为自己制定一些法律 一些几率 什么时候你才可以买 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卖 要买几多 卖几多 这些全部是你自己要set一个法律 来约束自己 所以你很清楚 你要出手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出手 因为 这些条件已经有了 所以你才出手 而不是你自己随心所欲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想买就买 想卖就卖 所以 几率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 千万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 去打破自己的几率 比如说你已经set好你的几率是要 1加1等于2 一条一条照着来的 可是 你不能够讲 哎呦今天这一次 特别一点 这个情况特别一点 我今天我就要跑 1加1等于3 不要紧一次罢了一次罢了 我告诉你 这种所谓的一次罢了 有一次就有两次三次四次了 你一破了为自己破了利过后 你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破利 破到来的时候 你原先为自己定下的几率 是 完全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都不知道吗 直接定下来几率来干嘛 所谓的 策略什么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到最后变成你的随心所欲 每一次你都讲 这一次破利不要紧 你每一次都这样的话 到最后你的几率全部无效 策略也无效 到最后你就是凭感觉来买卖股票 OK 所以大家知道几率有多重要吗 绝对不能 随心所欲 尤其是呢 我再重复 就是两个方面 我之前我教你们的 设置真言还记得吗 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买卖 选股票的时候 你一定心中要有一些条件 你一定要符合这些条件 你才去买 你要买卖股票的时候要看技术面 你已经选择了你要用什么策略 你要用顺势还是逆势 你要用长线还是短线 长线还是短线 你已经选好了策略 你就照着你策略 定下一个几率去买 你不能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就是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绝大多数可能就是亏钱 尤其是呢 在股市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在技术面买卖 就是止损跟止盈 止损跟止盈 这两方面 很多时候很多人 看着那股票 就觉得 就有一种心态 就想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等一下 你等下去 就是 等下那个 股价 往你不想的方向走的时候 到时候 你就 你就没有办法止损 或者是止盈了 然后你就被套着了 相信我 这个是经验之谈来的 OK 所以 我还是总结那一句就是 在股市里面 除了几率 还是几率 永远就是 只有几率 OK 所以我讲完了这个前面这一章 我现在再讲最后一章 最后一章的题目是 投资股票为生 是一场 骗局 有点拗口啦 所以 我 这个有一段小故事啦 其实我这本书呢 我原来的书名不是叫做新手买股一本筒 我一开始 我这个书名呢 我是写 炒股为生靠这本 哈哈 这个名字 想起来比较噱头一点 后来 出版社是有点意见啦 认为这个书名不是很好听啦 不是很 正面的 有点负面的感觉 嗯 后来我也是这样想 也是 所以到最后叮叮咚咚咚就改成 新手买股一本筒 OK 所以呢 其实呢 我这个最后一个章节呢 其实我成书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题目 就是炒股为生靠这本 啊 所以 我本来我这个最后一个章节呢 的名字就是叫做 炒股为生是一场骗局 啊 为什么我这样写 我就是想 我开头的书名 告诉你炒股为生靠这本 到了最后的时候 最后一章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炒股为生是一场骗局 我就是要给你们这个结尾 让你们刻骨明星的 记得这个东西 炒股为生是一场骗局 很多 股市新手 老手也是一样 很多都想着不劳而活 不想做工 只是想着每天在 股票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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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下 就可以赚赤了 而且还会发大财 很多人都想着这四个字 炒股为生 这炒股为生 是很不实际的 不是说不可以 问题是 你行吗 你要确保你做得到最好 以前我讲过 在股票里面 如果你 完全是靠运气 你没有任何技术可言 你完全是靠运气 这样你运气 你输赢的机会是一般一般的 你想着赢 其实你同样也同样机力会输的 你不能只是想着赢 你会输钱的 OK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在股市里面 也不是稳赚不赔的 我告诉你 即使即使 你 全部可以做的事情 你都做到完 OK 比如说 你完全照着 教科书的内容 去选股 去买卖 然后 你完全的遵守 你的几率 刚才我讲的几率 你 丝毫不查的 完全遵守几率 就是说 能做的东西 你全部做完了 你可以确保你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是 天有不测之风云 如果 这间公司 突然间倒闭 又或者 这世界 突然间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突然间 经济风暴 股灾 这种东西 你再怎么厉害 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确保你没有做错 你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一样事实 天有不测之风云 你们必须要记得 所以 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炒股为生是一场骗局 永永远也不要相信 可以炒股为生 这四个字 OK 我告诉你们 你们 再怎么样的好 买股票呢 只是 让你们的 资产 增值 或保值的 一个方法 但它绝对不能成为你 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 除非你已经财务自由了 不要讲 OK 我告诉你们 你们必须要工作 你们才有更多的子弹 可以投入 这个股票投资 OK 你们必须要工作 你们才可以确保 当你们投资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投资失败的时候 你们还可以继续有饭吃 OK 你们必须要工作 你们才可以确保 你们找到你们人生的意义 对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不至于每天 只是在家吃喝玩乐 所以 再怎么样 我们身为一个人 我们都必须要工作 炒股为生 是一个很虚无缥缈 的梦想 妄想 你能做到 你厉害 或者是你幸运 可是 我个人还是建议 如果你有办法 工作的话 最好还是工作 绝对不要盲目的相信 炒股为生 这四个字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为止 OK 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我的新手 买股一本通 我终于彻底讲完了 是不是有点感伤 放心 我第二本书来着了 我第二本书就是 财务自由 一本通 OK 接下来我也会像这本书这样 就是 在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也是一张一张来讲 放心 大家会继续看到我的 OK 请大家继续支持 我的新书 财务自由 一本通 可是这本书还有继续卖 在哪里都还有卖 OK 我的新书也可以 支持一下 可以去 我的出版社 或者是去我的 popular 网站 都可以订购到 OK 谢谢大家